字幕提供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坐哪裡 球場低牌 這一期節目邀請到的是 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重量級最重的嘉賓 我們歡迎 確定是 我們歡迎的是 陶淵鯉航員的 碰碰沉冠拳 當然 我是пар述沉冠卻 你怎麼突然間頓叩了一下 沒有 我不知道要不要介紹 OK 而且第一次看到你臉那麼白 因為我平常比賽差他就差比較大力 其實最近剛好有一個事情是在之前的比賽 在桃園駐場的比賽 那在那場比賽當中呢 因為我們要聲援賽斯爾夫他們的家鄉烏克蘭正在作戰 當時有一個聲援他們的活動 所以全場就有這個烏克蘭的小棋子 我看你當時就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把那個棋子拿起來然後這樣 彈給大家看 然後就是到處展示給大家看 那我們那時候就很好奇說 當時是因為你是隊長 還是說你跟他私底下有什麼交情 其實我自己個人我私底下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花了一些時間在網路上看了懶人包 就為什麼會打仗這樣 然後我又覺得他們很可憐 然後我有在新聞上面有看到一個小朋友 然後他拿一個袋子 然後自己走了很長的路 然後一邊走一邊哭 對我就覺得好可憐 那就是我們身處在沒有打仗的環境下 真的要欺負 所以你說你是一個感性的人 就是說你是一個波仇上感人 感覺起來好像看起來外表出之大業 可是感覺內心是一個蠻細膩的小男孩 對差不多 還蠻細膩的會 在這一季其實擔任了球隊的隊長 那其實隊長這個角色 其實在高中跟職業隊他的角色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在高中隊來講 隊長的角色有時候要擔任像教練的助手 然後看他的時間嘛 練球有沒有乖乖到嘛 然後集合大家 可是在職業隊的隊長角色好像都不太一樣 好像他在溝通上面花的心思要比較多 對因為真的成輪隊啦 就是可能大家有想法覺得 也不知道怎麼跟教練講 那我是希望我自己扮演的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對因為我也不覺得我自己可能很優秀或怎麼樣 但我也不希望教練或是我的隊員們 有任何一方覺得委屈或是覺得不公平 對那你平常會就是比較習慣 因為當然跟教練團的溝通跟你隊員的溝通 彼此這個角度是不一樣 那你自己有沒有比較習慣跟隊員之間用什麼樣的方式溝通 比如說教練團可能跟你講了一些他的想法 那你要去傳達給你的隊友的時候 你比較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會希望就是我都用比較客氣的方式 因為我從教練那裡可能得到這個消息之後 那我會把它就是改變成 我表達給我的隊友們聽到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那表達的意思也是對的 所以教練會跟你說他希望怎麼樣 然後再讓你去轉達這樣 對對就是 因為可能龍哥剛來 然後其實跟大家也沒有到 剛來的時候跟大家也沒有到很熟 然後他也是幾個 像我以前是那時候高中 Asia Camp那時候我就認識龍哥 對然後到現在他來這邊 然後可能第一個看到 然後我就是也算是比較熟了啦 球員方面對 也覺得你也變瘦了這樣 應該是來的時候 為什麼 把你超死了 所以那你十公斤是龍哥叫你瘦的嗎 還是你自己想瘦的 沒有其實教練團都會希望我瘦一點 因為可能球空比較快 然後又怕膝蓋或身體負荷不了 對然後就是那時候 暑假訓練那時候就是有找營養師 配合營養師跟高強度訓練 所以瘦比較快 那剛才講到說在這個一開始 跟龍哥接觸算是比較熟 因為龍哥的爬數跟年紀啊 跟現在年輕的球員 因為對上很多年輕的球員 他們可能其實未必有看過龍哥打球 那可能都是聽過龍哥以前的傳說 那你跟龍哥的接觸算是比較多 然後就是終身帶 所以剛好可以當那個橋樑 那但是在祭出的時候 上半期期有一段期間 球隊的狀況不是很好 那那段期間那怎麼樣跟隊友溝通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讓教練覺得說他們講的事情 球員聽到 那球員呢他講的事情他覺得 欸教練能夠接受 怎麼樣去做 我舉個例子就像 檢討影片我會希望 我會跟我們分級師講說就是 我希望他把什麼樣的影片剪出來 那就是可能在機會點上面啊 或是一些 一些策略上面 有空檔但是 就是球沒有到位的部分 那剪出來讓大家一起去 就是看然後檢討 大家會覺得喔 不是這個戰術有問題 也不是教練有問題 也不是球員有問題 就單純就是一個機會點出來 然後球沒有送到 沒有看到這樣 那你在領航員的飛行紀錄裡面 有提到信心這個問題 那現在的領航員的信心有回來了嗎 有我覺得現在已經漸入佳境 已經現在給自己的信 你們球隊的信心打個幾分 現在嗎 我覺得應該有80喔 越來越好 有越來越好 上下半季你覺得比較最大差別 上下半季嗎 我覺得上下半季可能 他們就是會 會有點在意 教練團給出來的指令 那我到底要不要 如果我有空檔 我到底要執行指令 那還是我要出手 就比較簡單就是這幾個 但現在就是可能有比較放得開 有機會就投籃 有機會就上籃 像龍哥上次來的時候 也有跟我們聊到 就是說你們現在有 漸漸的把事情做簡單 那你們 他尤其是說 尤其是兩三個人 那種配合小組的狀況下 你們私下是怎麼去溝通說 在如果再配合狀況下 你們誰要出手 或誰要做什麼 你們這個在私下有在做這些 會討論嗎 會啊 就像我會跟他們說 一開始其實我卡位 我會希望他們把球送進來 那後來發現就是可能 那個很短的時間 他們沒辦法去做 馬上的判斷跟傳球 那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如果 有能力可以切進來 我就請幾個位置 讓你們上籃這樣 對那現在 就是打到現在效果 也是蠻好的 就是三步轉路轉 球萬一送不進來 那你人進來 對 結果不然你進來 對對對 然後我幫你清空間這樣 然後一顆球兩萬這樣 就跟學弟收嘛 這外塊很好賺欸 這外塊很好賺欸 對啊 你可以收到數據欸 要是我是POMPO 我就努力的擋了 對啊 這機場比賽都看到POMPO 很多就是我們所謂的 screen screen assist 就是幫人家卡位 讓人家有空 自己的隊友空間上籃 Screen assist 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除了傳統說 我們都傳球是一個助攻之外 Screen assist 譬如說 我把一個路卡死 你可以很輕鬆的上籃 這個意思其實跟助攻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像你剛剛講 我覺得觀達佑就差很多 對啊 我覺得觀達佑上下半季 他在出手的信心度 果斷度其實差很多 同時也反映到他的上場性 對其實達佑他這個球員是 你不能跟他講太多 你講太多他反而不會打球 因為不管你跟他解釋了多詳細 或講再多 他只會給你一個手勢就這樣 OK 從去年跟他講解球員上的東西 他就跟我 OK 除了比大拇指沒有別的手勢 我跟他說你下次我跟你講 你在講我會催你 然後他會說 OK 對所以 像我覺得你還蠻會觀察一些特質 因為像達佑這個特質 可能教練說 我們要多溝通多溝通 可是好友的球員 真的不見得是要溝通 就是你放點空間給他 然後你跟他說大概要蓋吧 然後你讓他自己去理解 他懂了之後他就會打開 對啊 龍哥會選你當隊長 是因為就是你很樂觀很樂天嗎 然後就是常常 秋秋秋冰秋冰這樣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 還是純粹他單純跟你熟 沒有因為一開始 去年我也是隊長 那就是在 在 比賽結束之後 其實我有跟教練 那時候龍哥還沒來 我跟教練團說就是 我覺得可能 阿雅是學長 阿雅比較適合當隊長這樣 那 我跟他們說我希望不要再找我 那 欸熱身賽的時候 對 龍哥找我去他房間 他說他希望我還可以繼續當隊長 因為 他剛來嘛 那跟我算是比較熟 那 他希望可以從我這邊去瞭解 現在球隊的狀況 球員的狀況這樣 不行阿雅當隊長 學弟會太怕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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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其實學長真的不太敢跟他講話 怕被學長又立正 阿雅不太適合當隊長 阿雅適合當副隊長 或是當執行的這個角色 阿雅的好朋友阿 這個阿雅的好朋友阿 阿雅在場上 因為他對於很多 自己的表現跟要求他的 就是 比較高 比較高啦 所以他真的比較適合在 比如說你給他一個東西執行的時候 他可以把這個東西去 努力的去執行好 但如果你說他要聚集大家 然後得到一個共識的時候 有時候在表達上面啊或什麼 他不見得能夠這麼婉轉 或是想得這麼完整 所以可能在有一些 不管是學弟的理解上面啊或是等等 可能就會跟他想要表達的東西有一點點差別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打籃球的背景 跟帶過的教練團的背景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溝通方式就會有一些差別 但他還是一個就是非常好在場上的執行者 這是無庸置於的 他是一個蠻好的執行者 因為就有一些學弟啊 或者是對手看到他 不管是防守上面或是場上的態度 都是可以有機會學習的地方 講到這個我覺得 我發現其實領航園在下半季的防守其實好很多 就包含在防守的積極度上 二三線補防斜防的完整度上 其實跟上半季有很大的差別 是這件球的時候特別在防守端有比較去強調嗎 我覺得是溝通啦 就是因為一開始真的 我們過年前真的防守都很少在講話 就是就算我們兩個一起去守到這個人 我也不會說我守我守 然後另外一個人也不會講 所以我們就兩個去守 然後變成可能 拉掉一個人 對有一個人就有空檔這樣 然後等年後回來 我覺得真的大家都開始開口溝通 所以就開始好像在 所以現在你在場上開始也比較多主動出聲音 然後提醒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就是場上溝通的行動 因為就我自己我真的覺得練球 不管練球比賽 如果在場上真的不出聲 會內傷 真的會很不舒服 可是你是很少那種 譬如場上講話有分很多種 有的是跟對手會 互相 言語交換 言語一些過招這樣 可是你比較少欸我發現 你會嗎 你會垃圾化嗎 我不會垃圾化 就拉賽 拉賽會 閒聊 你的那種閒聊 話家常 你在場上閒聊是屬於哪一種 跟對手 跟對手嘛 譬如說今天得威在你旁邊對手 手手手你會跟他說什麼 給我投一下 好 屬於比較良性的 不是 所以他屬於交朋友那種 對不然就沒有得分 欸讓我得一下分啦 這樣 他屬於是那種交朋友情的 有沒有 不是那種就是要來 就互相輸贏的 還是那種被犯規 在場罰猶件說 真的有犯規 讓我罰一下那種 我想休息 可是我是真的很誇張那種 就是打人 已經有人要打人那種 我是 我也會反連 那另外呢講到就是說 在場上還有一個事情很好玩 是我其實先前看過的訪問 就是你說跟那個 這曾文鼎 然後就說這個 守他很難守 然後分兔球員來講 因為他的經驗很好 然後動作也很多 然後呢他的那個 這個印象就是他頭髮很香 對他的頭髮很長 頭髮很長還是很香 頭髮很 是真的蠻香的 我之前跟德威有聊過 其實真的蠻香的 哈哈哈哈 你跟他聊 曾文鼎頭髮幹嘛 沒有因為我們都會守到他 重點是不只香 他有時候轉身 然後頭髮就會轉到臉上 這蠻痛的 哈哈哈哈 也是暗氣之一 不能靠太近 可是也沒辦法 你不靠太近 你怎麼守得住他 好他很香 那那個我之前我看到就是 之前沒多久的比賽前 譬如說你跟德威 好像賽情可能要拍照嘛 然後你們兩個就靠得很近 你也去聞德威 你也去聞他 你沒事去聞他幹嘛 你是有這個習慣去聞人家嗎 我習慣以前會這樣 就是因為剛剛認識也很久 就是以前高中 可能Camp的時候也會 拍照的時候也會這樣 搞怪然後聞一下這樣 你看他差幾歲啊 他大我兩歲 喔那高中的時候 稍微前後期對到一下下這樣 對對對 還算有同界啊 就是只要三年內都算同界 HBL會對得到嘛 有對到過 但可能不一定有直接 這麼長時間的對位嘛 因為差兩界的話就一個高一 一個高三嘛 對 有聞出心得嘛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好玩 就是那個就是說 你聞德威這樣子 然後德威就翻白 又來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已經很長這樣子 蠻長的啦 對啊 有機會就會聞一下這樣 那他的味道是什麼 戶愛 戶愛 你聞到戶愛啊 那鼎哥的身上你聞到什麼 鼎哥的那個 潤髮爐應該蠻香的 那你除了鼎哥跟德威以外 你還有印象你聞誰 對還有聞誰 有特別的感覺 對對對 講得出來 印象深刻的味道 其實 都蠻香的 都不會有那種汗臭味 我覺得藍圈圓都蠻愛乾淨的 都是香的啊 以前薇如 我也會聞薇如 煎薇如 煎薇如 對薇如身上也是香香的 大家都是香的耶 對啊 超人愛乾淨的 欸你好特別喔 你會喜歡聞人家身上的味道 所以你是遇到那種假設 真的你在第一位跟他對頂 然後聞到他是醜的 你會翻臉那一種 啊啊啊啊啊啊 這球一定會把你守住 先把你推出去再說 超臭 超臭是他激勵他防守的一個點 所以真的有嗎 誰的味道就是比較就 沒有應該說是球衣的味道 因為可能你流汗然後球衣沒有洗乾淨 然後 曬乾了之後雖然沒有味道 可是你比賽穿上去又流汗 就可能碰到水修會有那種奇怪的味道 所以你就不喜歡 對 那個是真的不行 很多人真的不行 所以你有潔癖嗎 我算還好啦 也不會太 太有點潔癖 然後也不會太髒那種 所以你是真的假設聞到 像剛剛球衣那種味道 你會想真的想 用力把它往外推那種嗎 會 真的 因為在你很喘很累的時候 其實嗅覺是很敏感的 喔 這是真的 然後突然間一過來就 哇 全部都在鼻腔的最深處這樣 為了讓他遠離我 只要把他推出去 我記得 我以前聽過一個故事 我爸有可能聽過 就Coby啊 在他全盛時期 有很多人去守他 然後有好幾個人守得不錯 他其實他說他最害怕的 好像是灰熊隊的 Tony Allen 他說Tony Allen 是守他守最好 因為太臭了 他說他每次 Coby說 我不知道是誰 我有點忘記 但好像是Tony Allen 他就說 當Tony Allen靠近他的時候 他說那個整個味道飄過來 他就覺得說 不行 好不想靠近他 好想把球傳走 可是他又超黏 因為他超會手 一直黏著他 後來發現說原來 和聲化武器 其實 還是有道理的 其實 其實是蠻好用的 其實體位也算是一種優勢 對啊 國外像在國外比賽的時候 應該打那麼多國際賽 應該國外的球衣機 普遍味道比較重 會啊 因為我以前在金九 我有一個隊友 老外 然後他是爆炸頭 他不洗頭 超臭 他不洗頭 那這樣怎麼搞 對啊 他自己不會覺得 而且爆炸頭又流汗 他自己應該聞不到 因為我們只要一經過 一經過就是聞到他那個 頭髮那種悶悶的味道 那對頂他的 那還好你是跟他一隊啊 對 幸好 你有碰過那種編辮子的老外嗎 像David Robinson 編辮子 你說長的嗎 對 沒有碰過 沒有碰過 那在這一季當中啊 因為龍哥來了之後 從他身上也學到一些東西 那我們就想回顧 就是說從過去 從高中時期到大學 這麼多教練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教練 你覺得他是改變你最多的 然後你覺得這一生當中 沒有這個教練 可能你在今天會走不一樣的路 我覺得老羊吧 因為 我從那時候 剛剛從南部上來 我吃了老羊 四十顆水餃之後 他高中一整年 他沒有跟我好好講過一句話 什麼意思 開始幹 開始罵什麼都嗆這樣 然後只要我犯錯 就罰全對 那四十顆水餃 是什麼故事 什麼叫四十顆水餃 因為那時候我剛到台北 然後問我吃飯 我說還沒 後來他就 因為我哥哥也是獨南山 然後他就 帶我哥還有我 我們去吃 吃飯這樣 對然後剛好有一間 八方還四還旺 然後就吃完那四十顆水餃之後 所以你一個人 個人就吃了他四十顆水餃 沒錯 兩百塊 吃了他兩百塊 就當他的球員 對 所以當時 剛到台北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還是國中生 對 那時候國中 然後開始加入南山體系在練球 對 那其實在國中的時期 可能你們算是有接受到正規的籃球訓練嗎 還是當時是以興趣為主 其實西湖國中 也 那時候也不算是正規的訓練 可能就是 一些 簡單的籃球 對 西湖好像一直就是在儀祖 就是努力嘛 他在儀祖也滿好的成績 然後每年都有 要挑戰甲組的 這個新聞出來 對 好像他還是最後還是 不管是為了球員的發展 還是什麼就是 多半還是選擇留在儀祖 但是確實也有蠻多 蠻好的球員是從西湖出來的 到現在還是還是 他們在儀祖祭 每年都有蠻好的成績 那從當時 從國中到高中 在那個階段來講 有沒有什麼變化 是你覺得說 哇這個打籃球 怎麼跟我在國中的時候 想像中差這麼多 然後因為我們講說 老楊改變你很多 那有沒有什麼 在當時跟他相處的故事 我先說改變好了 因為我想說那時候 國中想說兩個人推船 就是一個人跑一個人這樣甩球 就沒有到南山是兩個這樣跑 我一開始到南山 我球都練不完 跑山人家就跑回來 我還在後面這樣 人家跑三分鐘 跑一個小時 你說跑到轟爐地嗎 對對對 欸沒有跑圓通四 圓通四 圓通四 那時候那跑圓通四 還很怕迷路這樣 跑太慢了 不是 因為前面都已經沒有隊友 看不到車尾燈了 對 然後跑很快 像老楊跑很快 我要上山 他下山 海上 嗨 所以人家已經要下山了 你在準備要攻戰鬥 對 所以你覺得那時候差最多的 或者是最衝擊的是跑體能 還有 對然後還有就是球場上的觀念 真的花了 真的花了蠻多時間 日常生活上相處他算是照顧球員 你說 楊一鋒教練 對啊 我的勾手就是他教的 因為他一開始教我的時候 我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打籃球能這樣出手嗎 結果就是一用用到現在 當時他教你有沒有什麼tip小訣竅 有他就說就是 球要往上丟 然後我想說這樣好怪為什麼會 可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做久的時候就是 你出手就知道那個球會不會進 就是手會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感覺 手感 傳說中的手感 當時一天要練幾個勾手 那時候就是他 因為他只訂我 那時候他給我的課表就是 一天摸籃框要摸200下 就跳起來摸籃框 對就摸籃框200下 然後勾設 右手100左手100 然後罰球50克 就這樣我每天是這樣練 就練那個就好 什麼都不用做 跑步 然後別人在練球 他就坐在我摸籃框那個籃框下面 然後翹翹在那邊滑 按手機 那時候還是牙胎 按鍵室手機 在那邊按手機 所以他會幫你數是不是 沒有他不會幫我數 但是他就是給我很大的壓力 因為想剛去 然後小朋友也不敢偷懶幹嘛 對不對 現在回想起來 當時在南山的生活 因為一直都集體住宿嘛 然後大家在一起生活這樣子 然後過了一個不一樣的生活 因為一般來講高空生都在住家裡 但很早就提到 就適應了團隊的生活 你覺得是對你在人生上面 就是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 或者是 你覺得如果當時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現在可能會是什麼樣的 我覺得 就是國中畢業就離開台北 我覺得 讓自己變得蠻獨立的 就不管在任何事情 或是有面對那種困難上面 對 都不會覺得 好想放棄 或是 算了 不要做好了 這樣 當時有沒有什麼發生在 在住宿 團體住宿的時候 比較有趣的事情 因為老央其實也算是蠻嚴的 在盯球裡面這樣面 如果 因為我們是大通鋪吧 那你打呼的人一定會被揍 你說當天晚上嗎 還是 那不是每天晚上都要揍 所以我們11點熄燈 然後有打呼 一開始先口頭警告 誰通常在打呼 當時 當時就小林林任宏 海森那個 我同學 因為他瘦我旁邊 林秉鎮的哥哥 對對對 然後他會打呼 我們一開始就是捏他鼻子 後來就是講不聽就拿枕頭悶他 小心欸 他會出人命欸 小朋友不要學啊 這個真的 不湯欸 我也弄走 不湯啊 好我們非常開心的這期節目呢 我們邀請到 頂航英的隊長 碰碰陳冠全到節目當中 那在我們聊天過程呢 發現他是一個很細膩 而且很有趣的一個大男孩 那我們在第二集的時候呢 會聊一些他在跟前後期的學長學弟 還有跟其他球隊的一些互動 那另外呢 還有討論到一些他個人的生涯的一些規劃 還有他個人的面向 在下集節目 會有更多的訪談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Tony 我是PonPo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